外面的温度已经高达30度了 白天太阳大 晚上不开空调根本睡不着 夏天防车用精快充电就成了家常便饭 防车里的紫外线还是挺强的 尤其是窗边的位置 所以防晒特别重要 但天气热的时候涂防晒还是会觉得闷闷的 这个小带伞装前防晒就很轻薄 SPF50加 PA3加 防晒力很够 而且还有很自然的提亮效果 召集出门的时候涂这个就可以了 防晒贴妆提亮三效合一 涂完防晒再用粉顶定下装 防晒为酥眼装搞定 肯定没人看得出来 我偷偷体亮了气色 那太阳真是太大了 得亏我涂了防晒装前 又穿了长袖外套 这就是我旅行散不黑的原因 防晒黑防晒老 充电桩离我真的有点远 还好我的现场 已经有好了充电桩旁边的车位 等它开走我立马开过来 现在房车已经开始充电了 我可以舒服的坐在车里充电桥了 小王子也舒服了 你们猜猜边看空调边充电 一千二的礼店要充多久能充满 车内黑漆漆的突然被惊醒 我被一针奇怪的声音吵醒了 这大半夜的窗外一点亮光都没有 是谁在外面呢 查看了一下房车的四路监控 外面没有人 大半夜的这响动有点害怕 现在是半夜11点05分 我要下去看看怎么回事 先把小王子放下车探探路 王子没有叫应该没事吧 把户外灯打开 下去看看怎么回事 每只车子检查了一圈也没啥呀 好像是谁翻了我的垃圾袋 没发现异常就赶紧回车里睡觉了 所好们大家晚安